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香哥又是个人能力比较强的上单选手 所以说看看这局Snake有没有可能去拿一个带线阵容出来打 对 而且姿态其实在上一局 一种持也被封锁了一些 就他其实是有的时候会玩能够带TP的英雄的 对 就不管是妖姬还是卡萨丁这样的选择 就这一局选择在了紫色方 可能还是要拿一个就是准备的比较多的一个阵容和体系吧 因为大部分战队还是会在现在这个版本主流选择一个蓝色方 而且因为要考虑到中级打团问题吧 所以Softon的牺牲是蛮大的在上一局当中 就九捅这样的英雄 我觉得对于Softon这个选手来讲 不太符合他的风格 Softon肯定是更喜欢玩芒僧蜘蛛这样的前期非常强势的英雄 对 就能打得更凶悍一些 就这样是舍弃了Softon前期的力爪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强的开团能力和反手能力 但是上一局打到团战的时候 其实因为阵容的差距以及经济的差距吧 导致这个很难打团了 所以这一局看看Snake会怎么变阵 是把这个阵容提得更快一些 拿一个前期更强势的打野 配合上这种可以带线的上单 或者说拿一个前期很强的中野 比如说拿颜鹊这样的英雄出来呢 还是说去跟京东拼后期 去拿像大嘴老鼠这样的英雄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一点 当然对于京东来说的话 还是可以去延续第一局的一个思想和套路 我觉得就让中路拿到一个发育起来 打团很强势的点 然后上路更加的偏功能型一些 然后配合打野前期的一些联动 把中路这个点扶持起来 下路如果能够拿到女警的话 掌握一个线权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女警不太会放出来这个英雄 确实 女警是不太会放出来 尤其是在主动选择了紫色方之后 蓝色方一抢了这个女警 或者是锤石 那锤石这个点看一下这一局 会不会让京东再去拿到 而且我觉得首选红色方 就是那个自己选红色方 还有一点他们可能考虑的是什么 就是不想让独音笔拿到counter位 这边把锤石搬了 叫女警放出来了 女警放出来了抢不抢 女警和蜘蛛 嗯 嗯 京东要考虑一下了 这样把女警放出来了的话 下路怎么选啊 而且锤石是自己按掉的 不过好在是女警放掉了之后 自己这边可以抢一个 节奏比较快的这个打野 然后再拿一个比较强力的上单 比如说拿皇子这样的音声出来 又想先锁九筒 嗯 看一下Snake这一局 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选人 除了最后一搬 选择搬掉了开团的锤石之外 其他的选择都没有太大一个区别 还是一楼先把九筒抢了 二楼这边看一下 就下路AD这个点来说 现在选择还比较多 洛 嗯 有没有可能会是卡丽斯塔和洛的一个组合 直接把洛拿了 这个组合最近确实蛮火的 而且霞跟洛其实也还可以吧 但面对女警对线来讲 卡丽斯塔跟霞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 前期手相对有点短 对于女警来讲 那京东这边是抢掉皇子 然后拿了辅助布隆 Stink这边 三楼怎么考虑 其实有一个选择是不输线 然后我觉得打起来也还行的 进 就这个版本进还可以 就是不太输线 然后打起来也还行 那拿了一个上单的卡蜜尔 那又是一个打野的酒桶 然后配合上上单的卡蜜尔 第二阶段搬人了 看一下Stink这边怎么限制 独音币的英雄吧 那这一局的话 是先帮圣相哥拿到了一个 线上比较强势的点 但蜘蛛搬掉 接下来的话 京东怎么去搬 就是那个现在还没有选择AD 还是要搬掉卡萨丁 比较针对姿态 但就Sink这个阵容来说 如果下路选个进的话 会不会考虑到前期对线上面 是有点劣势的 推线也推不过 进现在还可以 进现在在更改之后吧 其实推线比原来稍微还 强了点 快了一点点 快了一点点只能说 因为基础伤害低了嘛 我觉得你第一波回家补点装备出来 还会比之前快一点点 把雷克赛搬了 封锁了新衣的选择 然后果然京东这边 把卡丽斯塔搬掉了 那我觉得Sink这边 真的近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洛根侠也可以 但侠对线很容易掉塔的血量 维鲁斯也可以 维鲁斯 但维鲁斯的中期距离没有近远 这个阵容又有青刚硬 我会觉得近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卡丽斯塔也还在 卡丽斯塔搬了搬了 搬了搬掉 那这样还是选择了一个 可以贴脸开团放大招的英雄 对 拿了一手维鲁斯 那我觉得更多想了 就是维鲁斯可以比较好的 限制对方进场的英雄 比如说像黄子这样的英雄 上单波比应对青刚影 这也是老坛装新酒吧 最近波比这个游击场比赛 在各大赛区上 就是因为有黄子 有青刚影这样的英雄复苏的迹象 所以说波比又活起来了 波比加上黄子 又是扎实前排 加上稳定输出后期双C 扎实三前排带控制 然后加上稳定输出双C 又是一套打团 很强势的中后期阵容 那Snake这边最后的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中单了 中单 炎雀 拿一个快节奏的中单 但是炎雀相对来讲压力会有些大 因为支撑炎雀能够形成GUNK的最主要的条件是 起码你要不输线 但从目前来看 这个下路组合不太好打 然后上路的话 上路的话 看打野了 对 上路就要看打野了 对 主要炎雀去下的收益比较高吧 现在我觉得下路组合这个对线不是很好打 还是因为女警放出来了的原因 对 炎雀最喜欢的是自己家下路是个女警 然后前期的话 推线组合能力是很强的 那京东的话延续了上一场 没有变化太多的一个思路 就是跟上一场的阵容相比 我觉得京东依然是把那块盾牌立在前面 然后Snake是把上一局 没有戳穿那个盾牌的长毛磨得更尖了一点 就他把中路维克多直接换炎雀 然后上路也别磕裂了 咱们简单粗暴直接来青钢影 他就把这个毛磨得更尖了一点 对 但这一局的话 因为三楼是帮圣翔哥拿到青钢影之后 也是给了波比登场的一个机会 开比这一场用了个波比 去打圣翔哥的一个青钢影 这场我觉得整场比赛 前期的一个重中之重吧 就是下路的对线 对 尤其是女警在拿到线权的情况下 炎雀可能在中期会受比较受牵连 因为他这个英雄 帮不了推线优势的边路 可能在正面的话 他还有比较容易受到 就是转线上面的一个威胁吧 对 但还有一种最近比较流行的打法 就是提前包下 这是一个最近特别流行的打法 就是在没到六的时候 我凭借着中路推线快的这么一个优势 跟打野提前抓下 就比如说延阙线 打八条推线肯定是更快一点的 我提前一波兵线压过去 我可能四五级的时候 我跟随我的打野 来一波这个提前的抓下 但这样对于下落的要求 就是你要有推线权 所以这女警放出来 真的我觉得对于Snake来讲 压力是有些大 看看有没有提前准备应对的措施 好的比赛开始 蓝色方的京东 红色方的Snake 现在一上来的出门庄上面 下落组合都选择了多兰剑 上单多兰剑的卡蜜尔 然后多兰顿的波比 基石天赋 风起发条 风起延阙 玩石其约的九筒跟布隆 巨像的洛 以及嗜血的双AD 然后雷霆皇子 对 这个一级的站位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保守的 多云币这个发条符文 好像也是那套没魔抗的那套 他这套也是那个不带魔抗的 就不带魔抗跟护甲 然后带成长生命值 跟六个成长减CD和三个减CD 这样到后面你有一个10%的符文提供的CD 然后你只用出30%的减CD装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谁先获得医血 这个竞猜的奖励倍数两面是比较相近的 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析这个阵容 然后再来合理的选择自己 竟猜谁会拿到医血 那分析完之后 就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医血是 Snake先动手 然后被京东反蹲到京东把医血拿下来 很有可能啊 我只觉得这个阵容 因为京东这边不太好主动出击嘛 在线上 要爆发这个医血 肯定是要反蹲才能打起来 下路这边的话上线 这女警已经稍微压了点气势在这里了 就确实也没办法 这个女警放出来 选择到了 还是去扳掉了 就垂直这个点 还是可能觉得下路如果是 有垂直 就是中后期开团的一个combo链 有点接受不了 我觉得是因为垂直中期打不下来 就上一局你看垂直多少个 什么中路重剑登陆拉回去了 然后AD重剑登陆拉回去了 然后包括中期垂直还能够开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垂直中期 对进攻方的压力有点大 有点打不下来 所以把垂直搬了 对 而且几方可能还被迫的 要选择一个就比较偏防守的辅助 就不管是布隆还是塔姆的 这一局看一下皇子 来的比较早 新一绕眼位过去 也是知道对方这个篮还没打 走过来看到了 骚分这边血量稍微的低了一点点 再往上拉这个篮 篮爸爸的耐心只拉完了 应该是往回跑了 想过去支援的姿态 也被八条给牵制住了 这个消耗了一点血量 控一下河道蟹 这浪费一波时间吧 就是过去浪费一波酒桶的时间 这篮还是没打 河道蟹也被皇子控下来了 那双方打野前期在三级左右的一个动向是都被对方给捕捉到了 漂亮 这个心算时间很漂亮 直接一个给调起来了 骚分这波被红黏了一下 QW减速到 骚分在网上扭 再被拍一下 交了个治疗交闪了 还好颜确带的是个治疗 要不这波我觉得那下拍到 有可能京东这边要选择 皇子硬交闪先过去也要跟了 但还是挺伤的这一波 这波新一亮 这波新一在眼位残留的视野 侦测到骚分的位置之后 算了一下骚分走过来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然后EQ把它调起来了 而且感觉他挺了解骚分的一个习惯的 就河道线没有抢到之后 这边直接绕上来 一方面做一下视野 一方面看一下皇子 有没有在洞下半野区 那这样子的话 前期就自他这边一个治疗被打出来了 九头没闪 可能对线上的威胁就变小很多 对 孔子这个闪线被打掉了 是蛮伤的一件事情 因为本身前期干凳能力 没那么强的情况下 就靠一个一闪来 完成对线的干凳 这个回家直接补了个猎人的药瓶 也没什么办法 现在没什么钱 补个药瓶慢慢刷吧 现在还是尽量的把九头等级提升上来 皇子现在慢慢就舒服一点了 有闪现的情况下 下落这边就兵线在中间 姿态在中路还是稳 回家做了个鞋子 鞋子加上黑暗封印 现在在端篮戒的被动回篮不叠加之后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两个戒指一样出一个 那就代替原来这个出双多篮的出装吧 回复能力是提升比较多 但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就前期这两个打野 在野区碰面了这一波之后 打断了SOFTN前期的一个节奏 就可能我们上一场说 SOFTN比较适合在拿到一些比较 就暴力的英雄 前期帮队友创造一些线上的优势 他现在可能要等TP赚好 等闪现赚好吧 等闪现赚好 上路卡密尔这边一直在压线 但是压不太到实质的刀 波比这边因为有一个这个小被动在 这个小被动补那个远程兵是很舒服的 而且他其实把兵线放回来的话 也没有那么难受 诶 杉杨哥想把那个进展兵消耗掉 再补掉 但发现消耗不掉了 消耗掉这个自己补不到刀了 下路这边同样的一个四级 补刀是没有拉开的一个局面 对 9KO补刀还是挺稳的 第二波又是看到了SOFTN的位置 这边好像没照到吧 好像没照到 翘一下排起来了 布龙赶紧几个蹲到黄子过来了 反蹲到了 给个治疗 交闪了 这个位置再摸到自己AD身上 这个视野没有做出去 黄在这边蹲了一点时间抓到了一波机会 亏损的闪现被打出来 是的 闪现治疗 AD的治疗也打出来了 反应也比较快 这波直接闪了 这波不闪被打出布龙被动 有可能死了 打出布龙被动接上夹子 这个闪现交不出来了 稍微想过来反一下 但是立刻京东这边中野齐心 把F6稳稳地收下来 主要还是因为姿态在中路有一个线权吧 就能够比较早地过来支援一下九筒 OK这边也是一个主翼的对线打法 这样的推线是要稍微地比主Q快的 直接选择了一个卡八分钟的主动换线 卡这个防御塔保护机制取消的主动换线 但其实这一局确实在上下两路的补刀上面 京东没有占到优势 对 京东这边选择了一个更稳妥的 保发域的换线 就是一个提前换线 然后就结束这个正常对线一个保发域 防止你什么炎雀倒六直接包下 这也是特别有意思 这是现在应对这种什么炎雀啊 什么这种勒芙兰这种六级抓下很强的英雄 一个特别特别新颖的这么一个战术 就是我在你中南快倒六的时候 防御塔机制保护机制也快没了吧 我直接换上了 我换上了我不跟你下落 两个人兑现了 上半野区的视野 现在对于京东就很重要了 但现在卡蜜尔也还在塔下 这一波看Snake要不要追击一下 卡蜜尔TP下去对波比了 这个位置卡蜜尔白交了一个TP 这样有一个TP插Snake下一步进攻更难打了 炎雀没有通过来 反而是被发了大招拉了 对 两个都打出风旗的人 你追我赶 但是还是后面没有人能跟上了 其一这边也没有到六级 所以说中野的联动并不能那么好 上楼这边同样的是一个下落双人组的对线 在这边打了一套绿毛 Snake肯定是想对线啊 Snake这个到六之后 因为我开团能力了 然后好不容易刚才撑到六级 自己这边可以配合自己的队友过来干了 肯定不想让你把这个对线器就这么给换过去啊 而且本来在补刀上面还甚至有点小优 是不是继续换 现在这是好玩就在这儿 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继续换 波比还是有踢的 这一波没有回程 中路过来漂亮 一个预判的一闪 一个预判对方一闪的闪现 直接把Soft的一波杠克给化解了 确实Soft在闪现赚好了之后 还是很想主动的帮中路找点事情做 小伙这边一直是压一个石刀 必动到墙上 Snake哥也没有什么办法 波比现在能捡起肥皂的话还是挺肉的 打不动就实际输出能力还是不够 就虽然说就Q的这个已经 伤害已经补回到削弱之前那个状态了 对 而且这个小龙渣现在一出来 现在对线要舒服一些 小龙渣也是有小小的改动 我看昨天最新的这个测试服 又有几件防装面临改动了 出了一个东西叫经济背心 就是小反甲 900块钱的一个小反甲 然后反一定的伤害 反的是固定的魔法伤害 然后那个反甲是要靠这个经济背心合的 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对线如果对线那种平A型的英雄的时候 可以先出一个这个小的背心 对 上龙这边还是没有能搞太多的一个事情 但现在波比领先一个TP 这个TP差看一下蓝色方在槽里面是做了比较绕后的眼位的 但九统这一波来到上路会被看到 眼消失了 对 那个贴墙的眼没了 那这样子是丢失了三本这一波的动向 不过马上十分钟之后 看一下 因为双方其实在上路的一个双上路能够比较确保 峡谷先锋的一个安全 严阙这边一直想动一动 但是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多云比刚才走的这个位置相当危险 我觉得这局Snake的下路组合对线对的也蛮不错的 没有被女警压刀 而且从目前来看这个防御他血量上保持的还可以 对 而且其实星1也去下路gank了一波 就没有闪现情况下Crystal稳住了 而且OQ也是把补刀的这个水平拉回来之后 经济是平稳的发育 两个人又是隔阂而忘 然后两边打野都在身后 星1是蹲在了一个眼位上 直接打到拉星1EQ过来交闪抢 直接EQ闪挑飞 但是没能成功 那这样自己没后手了 沿途撬过来打一套 直接是天崩地裂之后 人头被洛给拿下来 把条也没有大招之后 并不能配合皇子打伤害 这样最终一血的走向是 惊弓主动出击被Snake反蹲到 然后把人头给拿下来了 看看自己猜对了没有 我觉得这波给奶了 奶了一波 直接奶反了 而且中路这边反而还是京东想要去动手的 女警这边也是第一件直接出水银 这个确实也是很稳妥的一个出装 维鲁斯倒流之后 防止你直接维鲁斯大招配合上延阙来杠可 所以第一件出水银 反正自己也是一个无限拖长发育期的这么一个阵容 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 这样出装现在京东这边思路也很明显 就是我也不跟你争杀一血塔不一血塔 我只要不死 我只要发育就可以了 打不掉怎么都好说 这个阵容被压刀被对线击杀 其实都还可以接受 只要不掉塔 对 而且12分钟时间节点 如果在这段时间到下路上消失之前 能够稳住上路的一个兵线不掉塔 其实还是蛮 就是这个水银的收益应该还是有的 这个螃蟹 最终还是被Soph的Q给扎掉了 看一下野区 这个位置走过来扫描扫了一下 但是Soph已经看到了 直接做爆炸球果过来 有TP布隆大招击飞以后 球头能血量很低 被女精两枪点死了 落金场惊鸿过戏 魅惑到了三个人 反而大招拉空了 圣强哥这波进场打得很不错 伤害全都灌在了独一臂身上 他自己没布隆被都晕得了 最后一箭只收掉了发条 但是Soph已经拿到双杀 后面波比进场也是切掉了 对方的AD两边 完成了一个二换三之后 一死血的Soph跑到三郎的位置 拘了一箱大没有死 波比将闪现过来 三哥勾锁直接过墙 那这个位置还没有过15秒 现在去送塔上面 击杀的三哥应该是卡着个角落 现在出来再拖再拖 等待时间慢慢过去 好 最终还是没能撑过15秒 15秒在这一刻 显得过于漫长了 没什么办法 而且这一波的话 波比一个后手进场 是直接让姿态没有输出环境了 垂走两个 然后正面的话 OKO也是挺绝望的 最终打了个三换三 这一波是九筒先被秒了 九筒被打起来之后 踩了个杂子 对 但是圣香哥跟延俊的进场很漂亮 海克斯的最后通别 直接做了读音笔 读音笔这个位置临死以前 吃了个治疗 不如被动给他稍微的延长了 一点点打输出的时间 那还是被收掉了 但后面波比配合着 女警也完成了 对对方前排跟AD的击杀 但其实这个节奏 对京东来说还是挺 看一下 下面就抓起来了 三抓一 这个位置波比没打招 被炸回去 有个TPTP很难保住了 TP下来了这一波 看一下 给个盾 发交是有大招的 还没有死 大招拉过来 拉了个九筒 这一波的话波比是死掉了 给了个治疗 救了一个 这个位置奶了自己一口 但是还是要死 其实下来的话 还是捡到了一些的 是的 维鲁斯也没办法 他只要闪现过去 去击杀对方的波比之后 虽然还有个治疗 但只要叫完也只能等死了 毕竟皇子跟发条进场伤害还是有的 而且现在技能全掉了波比之后 没有技能在面对对方的中野组合了 总的来说 京东这个双TP 确实用得出来 就支援性还是挺强的 就看得出来前期 那个是希望九筒把中路延确这个点盘活 然后去带上路的节奏 刚才波比捡了个肥皂 又发条给了个盾 险些给他跑了 最后是OQ交闪过去把他杀了 险些就给他跑了 但这波也是让青岸影 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时间 去单带对方的上路一塔 波比赶紧过来了 青岸影拱开 青岸影说我不要 我要拿一塔 有机会 拿他了拿掉了 回先勾索 还要凶他一套 好 战术红扫也名重 对 虽然波比现在是比较肉 但是刚才这一波也是因为 就多因比能够下来支援 才打回去了 不然的话 感觉三个人肯定是要硬 把这个卡比给杀掉了 刚才已经杀掉了 刚才是杀掉以后 然后才发条跟皇子才过来的 不是卡比先逃到了旁边 然后是维鲁斯交闪现过去 维鲁斯交闪现过去 把他杀了 侠武先锋 因为上路一塔推掉了 上路一塔推掉之后 拿到了侠武先锋的buff 给到了骚粉 但是与此同时 京都想去换一下这个水龙 Snake又是拿到了侠武先锋 这个要好好去利用一下 下条是火龙 这是一个对于Snake来讲 不错的消息 因为火龙刷新的时候 Snake这边的作战能力 是要更强的 侠武先锋中路直接放 发条回家了 这波中路只有一个波比 看一下 侧面还有人想要 这个抓手塔的人 一个大招锤 把九筒先锤飞了 但治标不治本啊 这退塔主力是这个侠武先锋 而且这波卡比还不走吗 是 这坛很难就说 被打住了 被撬回来 卡比这边没什么魔抗 严血拿到好铜啊 最终人头是被姿态给拿到了 东亿B即使赶到给了个盾 但是没有保下来 下落这边的话 同时能够点掉 女警现在也有两个人头在身上 这波即使这个下落先锋 是拿到了中路的一个外塔 还是挺关键的 因为就东亿B的一个发育来说 现在没有TP 可能还是要仰仗着外塔 花式排演 A两下还要放个技能 再把它排掉 这样中上两路外塔推掉 这局中西进攻的局面 对于Snake来讲 比上一局好很多 因为中路的外塔推掉了 而且自己又是一个轻张影跟炎鹊 比上一局更强而有力的 这个开团的组合 下落这边还有一个塔 就现在2000块钱的一个经济优势 就又是Snake非常非常擅长的这种 前20分钟的领先局势 就看这局中期 Snake能不能打破心魔 对不对 不要在20分钟之后 这个经济就直线下降了 尤其是这2000的经济优势 能不能扩大为就是上一个level 上一个等级 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外塔推完的话 对于二塔的一个进攻 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运营兵线 然后再也去找机会 这局的节奏 我觉得中西还有一点 Snake比较优势的是 有个炎鹊在 炎鹊可以保证 你在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推塔比较舒服 因为大招可以封对方守塔的人 但是京东两局有一点 做得都特别好 就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 这个大龙区的视野 京东都能够第一时间过去补起来 而且不给对方去争这个视野太好的机会 我觉得有一个关系的原因是 因为京东两局都是蓝色房 蓝色房本身在做这个方面的演好一点 诶 突使冷剑翘起来了 但发跳赶紧给个球 罗克这边没什么大威胁 跑了 对 第一时间的话 VC没有接大招 下了这边打一套有点痛 三项出来了 清晗影 带皇子过来 EQ的边边挑起来了 打出雷霆 再等清晗影交位移 直接贴梦迪列作 清晗影死活不交 刚才是想先盖配合波比 赶紧过来把它避动在墙上 但是圣详哥还是这个闪现 第一时间就闪出来了 逼了一个清刚影的闪现 但现在圣详哥还是有TP的 多音P在下路这边 把兵线稍微清一下 地图资源来说的话 上面也确实是完全空掉的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可能京东会把下路的一个保护眼 继续去就是搞得更扎实一些 对 新一这个选手 我觉得对这种小细节的把控 还是蛮好的 刚才他直接盖大 就等了两秒左右 你没交闪 那就直接盖大 因为勾索的CD快好了 就如果再不盖大 你直接E走了 对不对 打不到了 就没有机会了 对或者我大到你直接E出去 我连闪现都打不出来 那刚才那个位置 等你勾索还没好 我看你EQ条走了两步没交道 我就直接先盖 没交闪现 我就盖你 把你闪现逼出来就完了 而且现在看一下Snake的一个动向师 在兰Buff这边阴人 发条 可以用球探 这个球探到之后 两个人也没什么办法了 而且这两个人伤害不太够 也却在上面刚才 对 不过好在是龙区的视野是抢回来了 包括核道迅捷系的控制权 下路这个塔还是一直守得很稳的 这一波圣强哥也没有了闪现之后 可能会更加的小心一些 上面好像要开起来了 看一下在找盐缺的位置 一个大招 拘到了盐缺开着草莲往上走 EQ过去 直接EQ闪淘起来 给了个治疗 没什么用了 这个位置还套了个虚弱 最终人头被毒硬币的一个W收掉 而且这波好像又要直接开楼吧 没有吧 放了一个箱子赶紧撤了 这位置我看Logan往上一靠 我说这难道又要开楼 这个位置其实也有Snake的 比较多的一个眼位 对 也是惊了圣强哥一身白毛汗出来 圣强哥刚才直接往上靠了 就这个位置 一看 因为有峡谷勋结界的视野 一看这位置 难道你又要开楼 勾索过来被坚定峰台挡住了 但这波兵线推进去的话 感觉蹭不了多少下塔 对Copy还是可以守一下的 主要刚才这一波 圣强哥想走过去 然后省个TP还能回下 垂到了墙上 打一套 勾索溜了 还是挺灵活的 对 但这波完成队延区的击杀之后 上路的一塔 应该是可以被京东给推下来 慢慢的女警推塔的节奏 也盘活了 主要是这段时间 他的装备慢慢补起来了 看看无尽还差多久吧 他现在 1500 就是身上 差一点点应该是 马上就有了呀 差一点点 十字枣先摸出来 差个五百七百块钱吧 我这不太不太好算 我就不算了 这个数数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就他现在这身上这个装备 加一个八百 加一个五 加一个合成费是多少 大家自己算吧 我就不算了 算不出来 好吧 其实我也算不出来 现在继续稳定地在进行单带 对于京东来讲 只要维持住自己中期的发育 慢慢地持平经济就可以 但京东好像想要动这条火龙 京东不想放这个火龙 我已经刷了 直接开打 诱惑力比较大这个火龙 但是这波京东是有风险的 女警这边没有无尽 看一下 颜鹊先一个石蔓过来 把路封住自己 从中间下来 直接闪现过来 开配合唱九头的闪现开 没有开到女警 龙是直接被京东拿掉了 侧面留住了发条 发条再被九头大大一下 战场会分割得太严重了 现在没人能跟得上 新衣被留住 应该是互换一个前排 闪现过来 想帮忙挡上还没有挡住 但龙是成功地被新衣拿掉了 刚才新衣是为了拿这个龙 所以垫了个后 最终被对方收掉了 但升仙哥也是单兵作战 想切发条 不可能切掉到这个 这单人进去切 对面的人太多了 两边互换前排之后 火龙被京东锁定下来 这个局势 京东是非常开心的 打的还是挺果断的 京东在争夺地图资源 这个点上 尤其是在龙的方面 就一旦是拿到一个视野的优势的话 直接会开 而且Snake赶过来的位置 有点尴尬 就延确当时封路 封的也比较一般 Snake一是没有提前站位 二是早早被女警把夹子给放好了 路口也被封了一下 对 就没办法把队友送进去 这个伤害来说 现在有点不够看 就青钢引在后面的一个切入 直接被四个人围殴 就他现在是比较脆的 对 就还是需要队友 跟他一起去打伤害吧 就他控制 需要队友给他补充伤害 就可能希望桑粉能吃一些技能 然后让他进场的时候 能够比较好的摸到对面的一个后盘 这波配合完的话 两条龙都被京东拿了下来 下面留了一下桑粉 桑粉这交易过强 Snake只能撤了这个位置 差一枪出被动 把威洛斯帮忙减速了一下 心仪仿佛有闪一样 下路这个塔感觉要掉了 推掉了 把兵线带进来之后 应该是可以推掉了 不推了 看到东西被往下靠 直接选择往回撤一点 还要尽可能地让这个下路一塔 多活一段时间吧 但感觉正面的话 交锋还是挺激烈的 应该又是姿态消耗了一趟 不回了 双方都演了一下 玩了个心理战吧 对 孙杨哥也在这里等 等卡比但凡回家 然后这波兵直接带进二台 卡比也没有回家 取消了回城之后 这一波可能还要在下路 牵扯一段时间 这波孙杨哥进去 应该是要强行把塔拿掉了 推掉了 刚才这个很 不好走 因为走了有点亏 就卡比如果看得 确定你走了以后 可以是把那个线放进塔 让那个线把塔推掉 反正塔就那么点血了 你还亏点钱 少亏一个自己 英诚在边上吃到的 那个防御塔掉的钱 对 但女警现在已经有无尽了 两件套的一个女警 再加上身上一直坐着一个水 就中间其实打了一波多的团战吧 就没有太多的控制性技能 能够威胁到女警 其实还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开堆秘开得不错 直接翘起来 黄紫一刻堆秘大招拉自己身前 没有拉得太好 但是亏宋的血量也不高 直接位移回去 波比经常把身权都定在墙上里面 打一个一环一之后 女警过来支援了一个大招 波比顶在前面 但这个撒石阵的位置太优秀了 让两个人没法再追击了 岩圈再往前追 石川打一套 看一下卡比的血量也很低了 落再过来 没有开到罗肯 完成了一个一方 刚才正面又是靠着姿态 以及青钢影 一左一右的进场开团 是强行秒掉了杜云比 杜云比这波也没有闪现 是的 但这一波阵亡了皇子之后 Snake也没有果断地往大龙这边靠吗 还是比较求稳的 就算这边四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 但没有去开大龙 打龙速度稍有点慢吧 Grystal这边实在有点低了 就没有青钢影的情况下 打龙速度会稍有点慢 看一下这波 是排演的奥连娜 直接被这种异道 然后左边有个石蔓 右边有个圣香哥进来 再加上洛这波打得很出色 这个位置封完之后 还有盐阙的洒阵和沿途 是比较好的去封锁对面的一个队迹 这样皇子其实现在身上也没有那么肉 形成击杀之后 是比较干的这种击杀 就是也没能做什么太多的事情 对 只有人头可以拿 但是也京东复活之后 还是可以过来布控一波 打得很强硬 就京东这两局对龙区的控制打得非常强硬 直接开了 直接开了 这个位置有没有人做表情 青康颖TP了 青康颖TP之后发射大招拉拉了下九筒 九筒的血量很低被打到了一丝血 看到达也等血量低 京东选择继续动龙 这个龙现在打到3400左右 青康颖过来 闪现开开到了独音币 独音币这边 文露斯大招蔓延到了他 再往女警船蔓延 但葵斗先被秒了 这个战位京东的战位太好了 石蔓哥竟然也要被收 而且九筒的血量因为很低 没法顶上去开团 还要再往后追 反向翼之后给个治疗想要 所以姿态 姿态这边带风起的 应该是很难追上了 发射大招的 再往前 这边 发射大招这边 发射大招没得测 应该还是能跑 应该还是能跑 但队友跟不上 你闪过来 独音币的闪现 又是提前交出来了 只留下了一个卡比 卡比这边应该是要死了 拉扯了太长的时间 再加上姿态这几波流人是挺强的 但这一波 斯泰克顽强强地 把京东打大龙的攻势 给扛住了 二换三 刚才如果第一波交火 九通死了 我觉得京东可能会考虑 直接把龙拿下来 不管是那个身上的人 但因为九通没死 京东不想去堵这个惩戒 所以还是去追击了 洛进场 加上维鲁斯的大招 但布隆在这边 挡了一档伤害之后 洛已经倒了 清刚颖进场 虽能收掉一个人 但是自己也很难跑了 他说的是布隆 而且布隆当时已经把身上 所有技能都交完 这个盾也举完了 给治疗追击 确实是封骑还是利光 你看打出封骑之后 拉开了很远的距离这波 第一时间的话 队友不在 而且路口已经是往回撤了 是的 但独音币今天这局 两个这种预判一闪的闪现 确实交得很不错 刚才这波独音币要是被撞到 可能局势就扭转过来了 这一波没有拿下大龙 但现在蓝色方的视野 还是死死地把大龙守住了 对 就是那个现在 依然有进攻的主动权 而且经济上还是稍有领先的 青钢影也是补出来了 斯特拉克的挑战护手 这一龙坑的眼 怎么还有一个不排 两个人偷吧 两个人干坏事 但龟宋也过来插眼了 看到了 这波看到了 现在队友也过来了 还在打龙打得蛮快的 石曼过来 这个石曼有点要命 被打断了 一个迷你小石曼 对 那这样 龙应该是要掉了 而且因为青钢影刚才有点远 第一时间落被秒了 然后侧面也没法开起来了 刚才第一时间青钢影有点远 再加上这石曼被打断太关键了 刚才石曼要是封住 京都就要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 就是我是撤出这个石曼放龙 还是我进龙坑扛着龙接这个团 而且姿态肯定 如果这个能够封住的话 龙圈里面是要吃一套炎雀的技能的 对 但被打断了 有点尴尬 但是下路这边也是因为石曼哥没有TP 只能走过来稍微晚了一些 叫大龙给京都拿了下来 现在大龙还剩下三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感觉有点如出一辙啊 跟上一局 就都是中期要劲 要去打大龙 或者说靠着大龙开启团来的时候 Snake这边都龙被对方打掉了 也是两局京东这个中期的决策上面 非常的果断 两局都是同样的决策 就是我们抓机会打大龙 抓机会打大龙 打掉为止 中路这个塔 看能不能强势点掉 剩下一个半血不到 很难守 交惩戒了 侧面过来开开多音币 多音币扭掉了 他把扭掉了维鲁斯的大招 秒掉了侧面 青钢影应该也要 交了个闪现最终还是要被爆头给带走 现在女警的位置太好了 女警这个位置没人动得了他 但第一时间把发条给击杀了 可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多音币有点不小心了 因为阁墙F6没视野 刚才看不到青钢影过来了 对那现在两个冰线对于Snake来说的话 还是压力很大的 九头在旁边 对又是这个位置 但现在这一个Loken身上还有水银的应该 交TP过来 想要继续推二塔 波比过来带着家人守卫定到了九桶 九桶被打出被动之后 人头直接被Kabi拿到 中路的防御塔 二塔也已经推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想要强行推掉吗 波比直接闪现上去想要开 没开到那几个大招锤飞的能够留人的落 但自己被沿途撬回去了 没什么魔卡 防不太住姿态的伤害 也守护自己的队友能把这二塔给推掉 这一波大龙现在已经有了一个2000多的一个经济入障 是的 这个波比主要身上很客气 一点魔抗没有 就看下刚才大龙这一波 这个石曼 被一个盾给直接拦下来 踩了个夹子 他踩了个夹子 感觉好像是布龙举了个盾 可以把眼睛弹下来 如果举了会不会弹下来 上周会把布龙弹下来 上周不是有个镜头就是布龙被弹进轮廓了 他是踩了个夹子 然后给断了 而且就很 而且有点尴尬的一点是 这个位置队友第一时间赶不过来支援 就阵型对于京东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大龙圈里面就没人了 真的是这个石曼被断了 很伤 很伤 这波清感染交钩所下来的 前期Snake掌握了2000左右的一个经济 就直接被扳回 京东这边打得还是很顽强 主要是经济不是重点 跟上一局一样 还是把中期最难的时间度过之后装备成型了 现在 而且现在女警现在 就身上的装备有点豪华 一个四天套 不过这一局 青钢影的切入能力和找机会能力 要比上一局克裂更强 在劣势的情况下 一个大招风 又被打断 怎么又没过来 就好像没什么办法了 对于这个有盾的布龙 就布龙如果没有交易技能的话 那就对姿态来说 不是一个放大的好时机 哇 这波又没过来 其实也还好吧 这波就算封住了 刚才我觉得也不能开 只是拖延一下时间 而且对高龙buff现在已经消失了 特别看到一个洛 没关系 洛相对来讲比较灵活 九筒也是因为夹子过不来 正面的话 看一下兵线还有点时间 大龙buff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那看一下这个二塔能不能推 沿途没撬到 那正面的防御塔 已经被推到半血了 布龙是直接举盾去吃了一套 poke的伤害 下路二塔也推掉 现在还剩下最后上路的二塔 Snake仅剩的一座外塔了 蓝buff也拿掉 感觉绿毛这个布龙玩的 让Snake挺绝望的 这塔下基本上 首塔的一些poke技能 都能被布龙吃掉 1358 这个布龙我觉得 青鸭影是最头大的 就每波都是青鸭影进去 我开到了 插一下伤害的 自己要被布龙先定一下 那个被动打出来先定一下 定完之后 自己就要死了感觉 斯特拉克挑战护手 做完以后 直接做了 春哥做了这个复活甲 那看一下波比这边 有没有补摩抗的 补了个绿甲出来 补了个大绿甲 现在双方在 没有了龙区资源 争夺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兵线 八条这边TP也是好的 所以在上过这边 带带线 中路看到这个布龙的话 姿态感觉也是没有任何欲望 要去开这个女警的 现在35分钟左右吧 局势对于京东来讲 慢慢又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强势的后期打团的时间 三个稳定前排 然后两个高伤害C位 同时水银弯道已经过出来了 然后两个骑士之士 这两个骑士之士 是怎么连的呢 布龙连给女警 然后波比连给发条 我觉得还不如连给黄子吧 连发条好像没什么收益吧 连的是发条 还真的连的是发条 黄子很孤单 对啊 都是两两成双 黄子一个人 但黄子出了个鸟盾 这叫什么 中央空调 对不对 你身边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不是 呃 管哥还是很社会的 我觉得你身边 你懂得很多 中央空调 一个队 庇护所有人 剩下都是两两成双 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主要现在大龙也要刷新 远古龙的话 还有三秒钟 过来最后一波抢 团远古龙了 直接打得开 对比 但后面没有对比 跟下大招把他拉回去了 石漫封 封到后面 但没有分割开阵 黄子一颗过去 直接配合波龙的大招 把他击飞 自然加了个产线 但这条上去 但是洛已经在前面 被击杀了 对 洛现在的突出非常爆炸 是的 闪现Q过去 留了一下布龙 给AD一个虚弱 盾顶上 把AD的双双击人打出来了 又一个QQ到了 哇 绿毛这橘顿流人 做得非常完美啊 这样击杀掉对方的 下路组合之后 应该是想要先去破路了 对 发掉直接给加速 四个人 橘顿先扛掉 Q顿的一个伤害 直接点塔 TP保兵线 这个位置山河想盾键 但是有TP保兵线 防御塔不会进入这个保护机制 对 山河这里也没有大招了 那这个中式可以推 顶到了塔的残骸上 这个位置 哇 九桶不能死啊 这波 王一Q闪挑开之后 九桶也倒 九桶倒之后 这个大龙眼看 就要被京东拿下来了 很伤 Sofen被壁东了 刚才也没办法 Sake也知道 刚才那波必须要开了 因为不开 对方拿了远古巨龙 抗着远古巨龙 无论是推塔还是拿大龙 自己都没有办法守了 而且现在发现 我觉得青刚颖 但凡找到一个位置 让后就 京东这边警觉性很高 就身后一直有 警惕性 就青刚颖会不会包后 跟不上吧 我觉得还是跟不上 你看这个位置 青刚颖估计作战了很久 布隆的大招 布隆的顿杰 挡了九桶大招 侧面的延确又被黄紫 直接赶出了战场 然后正面 看一下绿毛的精彩流人 跳过去 Q闪 直接Q到了一个Sofen 虚弱给的是OQ OQ交了三点之后 又被Q到了这个位置 寒霜之咬紧紧地跟着他 让他不得逃走 这位置 远古龙好像也要直接开打 有机会双龙会 这应该是稳双龙会的吧 现在 是下路这边兵线 带一带的话 下路这波兵 应该也是往那边推的 一个 回家之后 买了钢铁合计的波笔 然后最后这个冰川护甲 也做成了大兵线 想要蹲 但是这是个 吃了合计的绿毛 贼肉这个位置 我的天啊 回身一个大招 过端击飞了一下 落EQ上去 Crystal惊鸿过细的过程 当中直接被收掉了 而且颜确也收掉了 这个团战 基本上动不了双C了 现在 京东的双C 完全动不了 而且这波团甚至 什么卡比都没来 就这波团卡比甚至都没来 是个正面的4打5 对 但双龙会的作战能力 以及这个团战后期 扎实的程度 京东朝着自己 本赛季的首胜 防守阔步 在推掉双子塔之后 等待他们的就是 最后的枢纽水晶 我们恭喜京东 拿下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DWINB 这个时候双手掩面 确实这场胜利 对于DWINB 对于京东来讲 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讲 他们等得太久了 真的太久了 是的 但相称之下 确实是落寞的 SNAKE战队 这场胜利 对于整个京东 对于DWINB来讲 太关键了 这一分确实大家 期待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关键以DWINB这样的选手 他曾经两度带队 从LSPL打上来 他绝对不想接受 这样的质疑 他想赢 今天京东终于拿下了赛季的首胜 但是对于SNAKE来讲 再次出现了两局在领先的情况下 20分钟的决策没有做好 两局都是相当镜像地被对方 在20多分钟的时候打掉了大龙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而且就京东确实在拿到了一个 这样子比较偏发育的阵容 把中期平稳地跺过去 反而还是在后面团队上处理 更加的细腻一些 我觉得对于DWINB来说 应该可以扬眉吐气一波 但是无论如何路还很长 这只是我们下集赛联赛 其中的一场比赛 是的 也还需要把掌声给这五个小伙子吗 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这场 BOO3 2比0拿下来 是战斗到了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可能面对其他的比赛的时候 也要再接再厉 好 真的对于DWINB来讲 我觉得可能这场胜利对他来讲 更多的是卸下了很多包袱和压力吧 因为在京东持续连败的时候 可能外界也渐渐开始对他们 能够队伍对他个人有一些质疑 包括很多粉丝都会觉得 这些队伍什么时候能够取胜 那终于在一组对抗赛的第三天当中 京东赢了 对 我觉得就对于战队选手来说 他肯定不希望任何一个粉丝 或者教练团队对他们失望 当然也是不希望自己对自己失望 对 有证明自己还是能够在FBI赛场上 打出这么完美的团战或者是比赛的 我觉得也只有DWINB此时此刻知道 可能在之前的几轮联赛当中 自己跟自己的队伍是有多么可望胜利吧 其实有一个细节 就是前两天在京东面对IG的时候 第二局赢了之后 当时打成1比1 然后后台就有人跟我说 就说当时DWINB一直在跟自己的队伍说 说我们加油 我们下一局一定要赢 我们要赢 我们要拿下这个VIL3的胜利 但那一场他们最终输给莱吉 今天他们终于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 好吧 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赛后数据吧 哇 真的 我觉得在庆祝完京东的胜利之后 可能现在看到这个数据对比的时候 Snake的粉丝心里一定非常不是滋味 因为 就跟上一局蛮像的 因为一开始就还是红色这一方一个经济的优势 我觉得最近一个月吧 Snake输的比赛好像都是这样 对 然后后面就急转直下的 经济直接被蓝色方抢夺一空 从开赛到现在 我们联赛打了快一个月时间 Snake的所有比赛看到经济图表 在20分钟前都是领先的 这场比赛的伤害 Loken站了出来 3万7的伤害 在两拨 独一笔被秒的情况下 Loken都承担起了输出大棋 久违的没有让京东出现这个 比中指的伤害图表 最终这场比赛是AD Carry AD打了3万7的伤害 独一笔打了2万8 当然我觉得这场绿毛的方向也很出色 就这场的下路组合 下路站了出来 是的 就下路跟中路的配合 再加上上路前期兑现的一个 就是平稳的过渡 以及皇子到后面开团的果断性 其实也决定了今天京东 能够在BO3里面第二局能够拿下来 也可能对于Snake来说 需要去反思的是中期的一个节奏 究竟怎么去扩大 本身前期拿到2000块钱的优势的时候 拿到下过先锋的时候 是觉得蛮有机会的 但是还是就拖到了一个 京东这个阵容想要拿到的时间 解决35分钟之后 就没有办法去接团了 关键现在对于Snake 我觉得最伤的是什么 就是这样持续打下去 就像今天赛前这个Crystal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一直输 对 我们不知道怎么赢了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 对于Snake来讲最伤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一支队伍 它往往前期有优势 然后到后面每次都难以取得比赛 胜利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整个团队都会在思索 就是我们怎么能赢啊 我们怎么才能赢啊 我觉得这是现在Snake 很难的一件事情吧 尤其是在目前 我觉得他们这套前期中期的体系 打得蛮成熟的前中期 但就是后期拿不下比赛的成功 就而且基本上 前面换塔的角色上面来说 双方是比较军式的 就上路这边推 然后下路直接过去带 反而还是有的时候 可能Snake能带得更加裹多一些 我觉得在这个比喻赛当中 还是在龙区的部分 我觉得是稍有些松懈的 而且我们说客观原因 是因为两局都是红色方 所以红色方在龙区做也 肯定是没有蓝色方好做的 这个大家也知道 因为你只能隔向杀 隔向杀也会被控制手里屏蔽掉 尤其是在自己的外塔掉了的情况下 肯定是没有蓝色方好做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够说连续两局 都在20多分钟需要去争夺龙区 也跟需要在龙区做文章的时候 被一个后期阵容把大龙拿下来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绝对的原因 所以说还是要回去注意一下 怎么去在中期继续地控制地图 拿到资源 然后在运营的节奏上 一环接一环更紧密一些 然后包括在单代和打团的策略上 可能更多的需要队员自己之间 沟通的更紧密 对 因为其实中间有几波团战 可以发现就是 严确已经要过去开了 或者是青钢已经绕后去开大招 情况下 但是队友第一时间是没有到正面了 然后导致可能卡米尔一波进去 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防装的 那个有春歌之前还是很脆弱的 直接被古龙挂上一个 虚弱点数被动就死掉了 那这一局给到的是下路女警 洛克 91%的参战率 拿到了接近40%的伤害占比 同时这也是他本赛系的第一次MVP 对他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时间点吧 而且女警确实在这一局 尤其是在京东这个战队里面 能拿到一个40% 就是将近40%的一个输入战比 还是蛮可不安的 就真的 我觉得这场也是终于有 更多的京东的队员能够站出来 把队伍扛在肩上 向胜利迈进了 除了拿到MVP的Loken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绿毛的出色发挥 包括几波打野 很关键的新一关键的开团 包括Kabi的志愿等等 我觉得经历了可能整整 一个月的联败 终于在今天取得胜利之后吧 希望京东能够在接下来的一组对抗赛 跟第二轮的同步对抗当中 越走越远取得更多的胜场吧 因为我觉得往往0到1 是一个很难的突破 但是1后面 对不对 我觉得只要你有信心了 只要你有过胜利的滋味了 是比较容易继续去拿胜场 对 而且尤其是在 一直没有拿到几分情况下 拿到的这一分 可能对他们来说 意义更加重大 这个词叫触体反弹 就之前 可能要状态就直接回去了 去年大家如果有印象 就去年的老凡爹 其实春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 夏季中后期直接发力 然后中后期一波七连胜 对 好吧 中后期一波七连胜当时 所以我觉得联赛嘛 目前来讲还有一半多的联赛 一切还是未知数 我们都希望每一支队伍 都能够在联赛越早的时候 找到状态越好 对不对 我们也希望看到更精彩 更加高水平的对抗 所以希望现在可能 像斯汀克跟金东两支队伍的战绩 包括艾妹的战绩 还是比较靠后的 但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 一组对抗 跟第二轮投资对抗中 能够找到更好的机会 能够找到更好的状态吧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左翼说的 我没有什么想要对左翼说的 我觉得对于左翼来讲 就是他肯定是现在整个场馆里 最伤心最难受的人吧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斯汀克确实 依然能够在比赛当中 前期拿到优势 这个点其实在现在的版本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奏 但是没有能够在中期 把这个2000滚成5000到6000的一个 就是更加大的一个level的 一个经济优势 往往这样是最难受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上来这个阵容 我们选的比较劣势 上来对线被打爆了 然后我们一直落后下去输了 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没打过那下去好好打 但是每一局都是自己领先 然后打到后面输了 这样对大家的选手的心态 跟这个包括左卧 包括整个粉丝的心态 其实影响真的蛮大的 就最怕的就是这种 每天都有点希望 然后最终没打过 所以对于斯汀克来讲 我觉得接下来真的 需要好好调整一下 然后在联赛的后半段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回来 也希望能够看到 更多更好的对抗 也希望每支队伍都能够 取得更好的成绩跟状态吧 是的 那第一场比赛 赛后采访环节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场比赛的采访 好的 欢迎来到 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余霜 也是有心邀请到了 DWINB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DWINB你好 大家好 我是京东的中段DWINB 其实刚刚在最后一局 结束的时候 大家也从镜头中看到了 DWINB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其实很想问一问 这也是我们的电竞虎 想要问到的 就是今天终于获得了首胜 心情怎么样 比赛赢了 当然很开心 比赛赢了 很开心 那刚刚为什么会激动地哭了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情到身处 所以就这样哭出来是吗 好像是 那也想问到 就是之前呢 其实战绩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是怎么样调整心态的呢 调整心态 我的队友都是心态很好 然后我们就 我们开会的时候 比赛时 然后开会的时候 都说加油加油 下场我们能赢 其实你说到这个 我在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在赛后的这个舞台的后面 我是有听到 你们有很大的声音 尤其是你 你一直在给队伍的队员说 加油加油一定能赢 那今天终于是获得了 首胜和胜利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 非常激动的 那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想问到 其实每一次可以在 伤害的这个数据当中 可以看到你的数据 都是非常的高的 伤害也是很高 那你每一次 会不会比赛的时候 压力非常大呢 觉得自己必须得 carry起来 压力很大 真的很大 那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这种压力大的 这种心情 能够化解一下呢 但是我今天看到 你第二局 对方的打野一直针对你 你都是预判闪现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针对我 我觉得来中了没用 杀不死我杀不了 我死不了 我有闪 死不了 有闪就一定死不了 确实也可以看到 你的预判闪现 一定是非常准确的 那下一个问题 你想问到 第一局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好像 第一局第二局 大龙的这个决策 都是非常准确的 每一次打大龙 我觉得开得都非常的好 那每次这样的角色 都是你所做的吗 还是你的队友 是我说的吧 大部分都是我说的吧 大部分都是你指挥的 那现在作为一个 队伍的carry点 又作为队伍的一个指挥点 你会不会觉得 很牵扯你的经历呢 没有没有 觉得没有 觉得自己能够carry起来 那下一个问题 想问到 第二局看到 你们是有两个英雄 出了骑士知识 这样的一个装备 是不是现在 这样的骑士知识 对于双C位的保护 会非常的好呢 我觉得这个装备 现在很好 而且我们双系 AD和中单都是韩国人嘛 我们两个人的carry能力 比较高 所以我们商量和 辅助出了这个装备 保护我们 那你们的AD 现在中文水平怎么样 还是说你用韩语 跟他交流呢 很好吧 现在 我突然发现 我们这里在采访的时候 我们的翻译小哥 会有一点略略的小尴尬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到录音笔的就是 一直打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想对 一直支持你的粉丝 说的话呢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京东 谢谢 好 对 希望京东呢 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 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到 就是加入到我们的 GIP冠名赞助的 假趣时刻的 幸运的观众 他们是 8排3座 3排2座 和13排26座 10排11座 以及1排16座 下一次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 就是精彩的比赛了 好了 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